对于未来这份工作的去留问题 有将近五成的民众 力挺周美清 希望她做自己继续工作 在随乎的陪同下 穿着黑色上衣和牛仔裤 准定一夫人周美清 刷了悠游卡之后 缓缓布下公车 选后第一天上班 周美清还是不敢以往 樸素装扮 步行到公司的途中 也和一般上班族一样 到便利商店买东西 对媒体的关心 只有淡淡的回应 好 谢谢大家 任志于赵峰商营法务室 周美清向来就很低调 不过随着身份转变 第一夫人的话题 也在公司逐渐发生 我想有一个这样的总统 有这样的夫人 你不感觉说国家很幸福吗 赵峰金康很幸福吗 很好啊 有荣誉感了 大部分同事谈到周美清 都说她态度相当友善 如果未来真要辞职 对公司来说相当可惜 对于准第一夫人的去留问题 不少民众也相当关心 应该是赞成 赞成就继续工作 辞掉了工作 如果单纯在家的话 应该还不错 就正心的帮助马英九 虽然有民众认为 在金融业工作的周美清 因为利益问题 有必要回避一下 但是根据媒体民调显示 只有两成左右民众认为 周美清应该辞去工作 将近五成民众力挺 认为她应该继续工作 剩下三成则尊重她的决定 看来还没正式上任 准第一夫人的话题 甚至比准总统马英九 还要火红 东西新闻发言话 蔡洪峰台湾报道 好 这个问题不止市民小 市井小民关心 在蓝军的内部 也有许多的讨论 那么很多蓝军立委 希望周美清能够为国牺牲 因为未来呢 他恐怕要陪同马总统 出席各大重要的场合 恐怕会忙得很 那么如果周美清 真的为了避嫌私去工作的话 以他15万的月薪 26年的年资 还有公司的优退制度来看的话 他的退休金上台1140万 大选前周美清为了马英九 复选走遍大街小巷 向选民鞠躬再鞠躬 马不停停的拜票行程 疲惫程度连选民看了 都为他心疼 为了复选忙到半夜才回家 周美清满脸眷容 还是露出酷酷的微笑 不过在赵峰商营当任银行法务处长的他 每天一大早还是准时出门上班 只是身份将换成第一夫人 未来陪同马总统出席各大场合 接待外宾繁忙的行程 周美清势必分身乏术 很可能无法专心在赵峰商营工作 如果辞去现在的职务 以周美清大约26年的资历 一个月推估15万上下的月薪 符合赵峰商营现在退休的政策 可以多7到12个月的优惠资格 算一算周美清退休年资最多可以到38个月 算下来等于可以领到 990万到1140万的丰厚退休金 工作有满25年或者是满20年 都有资格可以选择 优退方案这样子 他是符合资格的 问他说那今天有一些媒体在门口 这个情形 他说一切都造就 就是说恢复上班的情形 不到两个月就要成为第一夫人 周美清会不会趁这个时候拿到足够退休金 从工作岗位退休 专心成为马总统神面的支柱 外界都在看他下一步的规划 东西新闻组合报导 好 当然可以说调的是必须要尊重周美清的个人意愿 他一直没有公开表态 但是根据和马家熟悉的友人表示 周美清曾经告诉过他的手帕胶 如果马英九真的当选 他会辞去赵峰金的工作 未来最可能的是投身公益事业 准第一夫人周美清的职务动向引发话题 准总统马英九在当选当天给了这个答案 那人是不是要继续工作 我会跟他去商量一下 我看他继续工作意愿蛮高的 开玩笑的语气 马英九说会尊重太座的决定 那么周美清本人到底怎么规划呢 自由传树者黄创夏 在一篇素写马扫周美清的文章当中 提到了周美清曾像当年 一起在美国念书的手帕交表态 如果马英九当选 他将辞去赵峰金的工作 免得弱人口实 说这段话的时间是去年9月 我相信周美清只能撑到520 520之后 他可能还是会迟的 对 不过我想520之前我们还会看到 这个两个月 全世界第一个坐公车 在那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第一夫人 而现在确认当选变成了准第一夫人 与马家友好的资深媒体人马熙平认为 520会是个关键 马熙平说 先不下来的周美清 如果不工作在家 可能变成深功怨妇 如果只是尽第一夫人的义务 陪同出席外交场合就变成了装饰品 周美清绝不会容许 所以对于未来的规划应该是公益事业 一个就是公益事业 这他蛮喜欢 因为马上就一直从事公益事业 第二个就是外交 因为他的法学素养好 外文能力又好 那么他可以直接跟外国人对谈的 所以我相信他在外交上 他会发挥很大的功效 周美清不是那种门户大开 可以送钻戒和礼券的官夫人 有法律专才 英文又下下教的第一夫人 未来发展还是很有空间 董事新闻学校王志伟 特别报道 好 今天我们看到周美清 在大批随户 还有媒体的包围之下 搭公车去上班了 那么同样的 他刚刚又下班了 还是一样的场景 只是天色变黑了 记者马伟国连线报道 好 主播观众 6点45分从家宇出门之后 8点不到 周美清就已经来到办公室 现在在晚上7点左右 他终于下班 这个请假辅选之后的 第一天上班行程 周美清还是一样 跟以前一样 维持低调的态度 一样的搭公车上班 一样的搭公车下班 就算旁边有国安人员在 他还是一样的走路到公车站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辅选 马英九当选之后 很多的粉丝现在开始守的 不只是马英九 还要守周美清 不但在他还没下班 就有一群粉丝 等在他的办公室的门口 跟周美清要签名 要拍照 甚至在我们从办公室 一直到公车站牌 这段时间 这些疯狂的粉丝 还是一路的追逐 拿着他们的相机 跟这个签名簿 希望给周美清 留下这个纪念 不过周美清 虽然对记者 他是不太愿意发言 不太爱讲话 但对粉丝 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当粉丝需要 要跟他自拍 甚至要拿起手机 自拍的时候 他也是很配合 跟着微笑自拍 要签名呢 他也给签名 实在是让这些粉丝 相当的满意 而今天周美清 在刚刚搭上了公车回家 结束他一整天的行程 对于外界说 他究竟是不是要继续 要辞职 还是要继续留任 他的工作呢 他还是不愿意 多表示一件 请上次 现场这些情况 时间镜头 交换棚内 好上班下班都有大批的记者 跟粉丝丁梢 看来周美清 恐怕要适应 这样的生活好几年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 当然周美清的另一半 那么马英九 现在要优凡 国家大事首当其冲的 他的内阁人士 必须要赶快决定 一大早 马英九拜会了吴伯雄 两人都很低调 但是的确触及了 组合问题 对于口袋名单 党中央跟马振云之间 还有些不同意见 而马英的大将 相信苏俊斌金普聪 未来都可能在总统府 担任要职 一早 马英九秘密拜会吴伯雄 不在马肖总部 不在国民党中央 而是选在吴伯雄的 国众基金会 这么低调 这么神秘 是因为胜选后 内阁人士到底该怎么瞧 一个头 两个大 刚刚有跟主席交换一些意见吗 关于人事方面 没有 所以今天除了自己 冒出的拜会 对 冒出的拜会 毛慧到底说了些什么 两个人口风都很紧 不过据了解 这隔魂人选 应该不会太令外界意外 呼声最高的 依然是国民党副主席 江炳昆 江炳昆位高权重 比较能服众 也比较符合 财经内阁的背景 至于东吴大学校长 刘兆玄 单任过行政院副院长 也是可能人选 另外 这次的复选大象 詹起鞋 马力强的朱立伦 呼声也很高 更有人建议 肖万长 接任行政院长 但因为会有争议 可能性低 而在总统府人事方面 目前的可能的名单 总统府的发言人 可能由马总部大将 苏俊斌担任 而办公室主任 可能是满久 市府时代的核心幕僚 金普聪 总统府的秘书长 可能是詹春伯接棒 既要让人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又要致力稳健发展 要注重财经 其他也不能撇破 人事要怎么安排 不到最后都还有变数 东自新闻综合报道 好 另外呢 520之后 谁会是新的卫生署长 外传是抗杀英雄 叶金川 而在这个马上 要开放直行的关键中 还有一个关键职位 就是交通部长是谁呢 也传出了可能是 现任的高铁公司 执行长者欧靖德 另外还包括了去年 为了摆平党内立委 参与问题 而自愿请辞的曹寿明 两人的呼声都很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您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英语 详明明 在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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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过去 这个案子还躺在立法院 别下马上 政权就要移交 马正原本竞选总盖制 詹宣博担任起 移交小组召集人 但是到底要移交些什么 怎么移交 马正宜 战二金刚 摸不着头脑 就是因为连个可以遵循的法都没有 我们没有去做出这种禁腹二毒 要求马上处理的这种动作 代表的就是 我们还是相信民进党啊 那民进党怕什么 怎么会说又说我们是赶尽杀绝 难不成这两个月 我们大家都回家睡觉 就是不想被说成赶尽杀绝 国民党原本选前就要通过的 政府总统交接条例草案 临时决定收手 其实类似的案子 民党早在民国89年 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就已经提过 当时从没执政过的绿营 对于政权移交的方式完全不透明 同样无法认同 没想到事隔八年 移交的法员依然躺在立法院 再强调一下 立法院可以修改法令 可是我们希望还是建立 长治久安的制度 而不是总是因人设施 政权移交 少了法律规范 会不会出现模糊空间 主战者只能自由新政 对比新闻 黄瓜烈千木珍 台报道 好 政权要移交 那么很多的文件也需要来进行交接 不过就在这个敏感时刻 却传出了 翻开预算书 总统府买了57台的碎纸机 也立刻引发了国民党立委之一 是不是总统府要消灭什么政机 总统府也立刻回应 这是因为在去年 国防部发生了这个资料 并没有碎的彻底 造成还有可能资料外泄的可能性 所以总统府要防范未然 进行太旧唤新 外界不需要联想太多 只要移进了碎纸机 几乎所有不想让人知道的 都可以瞬间成了不能说的秘密 但有立委质疑 总统府最近悄悄地采购了大批的碎纸机 实际点太可疑 秘密要用那么高贵的 那么高单价的碎纸机来打掉 可是我们国务协会的一些秘密 或是我们总统府人的一些秘密 要利用这个碎纸机来打掉 立委质疑贵的奇怪 就是因为总统府这次买进的碎纸机 功能真的很不一样 先来比较立法院目前使用的 一台7000多块 经过碾碎的纸 看起来还是成条状 长约2.5公分 宽则是有0.4公分 而且里面的字 还是明显的可以清楚看得出来 但总统府新买的 碎过去之后 只会剩长约0.6公分 宽只有0.1公分 比较起来还真的是米粒比面条 也因为功能强 一台就要4万6 总统府总共买了57台 砸下262万 去年12月底截标 今年2月底已经送进总统府 对于外界的质疑 总统府回应 这本来就是既定的太旧过程 国防部在去年10月间 发生了已经税子的文件 却遭有心人士拼凑 而造成机密资料外泄的情势 本府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形 所以在去年底公开招标 虽然大选比定 但520前 蓝绿双方的一举一动 还是引人侧目 TB北新闻张权就信台北报导 那么选后现在进入